2022年9月23日 旅法华人社团首次与巴黎中国文化中心成功联办 根脉传承书画缤纷大型书画展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陈丽公使 领桥处高屏公餐 李承元一密及旅法桥界各社团会长 乔领 华侨华人艺术家及各界嘉宾欢居一堂参加了书画展开幕式 活动策划人中法艺术交流协会侯玉霞会长首先致辞 他说 这次连展从8月1号正式启动筹备到今天不到两个月 在评委会公平公正和公开的甄选下 最终有47名艺术家64幅作品入选今天的展览 展览分书画 国画 油画三大类 而且尽量选择不同风格的作品 巴黎中国文化中心蛇明园主任表示 中法两国都是文明古国 文化底蕴深厚 过去数百年间 中法两国始终彼此欣赏 相互借鉴 成为不同文明交流互建的典范 此次书画展参展艺术家们年龄跨度大 最年轻的18岁 最年长的已经是茂蝶之年 参展作品题材多样 风格迥异 利益新颖 品格高雅 彰显了艺术家们的功力和鲜明的个性 反映出旅法华人艺术家对时代和生活的思考 对艺术的追求和探索 之后 法国华侨华人会蔡君柱主席代表旅法侨窃致词 他说 这次书画连展是旅法华侨华人一个新的活动创举 借此可以进一步融会中西艺术之迥异与互通 讲好中国文化故事 增强文化自信 凝聚发展之力 向祖国73周年华诞献礼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陈立公使致词说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 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魂 海外侨胞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使者 此次书画展不仅展现了超高的艺术水平 也是中华文化世代传承历久弥新的缩影 在此 感谢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和旅法桥界的精心组织 感谢各位旅法艺术家的积极参与 祝愿旅法华侨华人首届大型书画连展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祝大家度过一个欢乐的国境佳节 随后 道场嘉宾一起为书画连展活动剪彩 大家纷纷来到巴黎中国文化中心老楼二层至一层 新楼一层参观展览 并与参展艺术家亲切交流 欧洲卫视 巴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